现在回应一个问题 天堂已经够好了 为何一定要与神更密切 进入门便可以了 我想说 越是与神密切 越是为神而结果指 分别第一是今生 在内生一定有分别 我先说今生 我们看耶稣的生平 就看到很大分别 因为圣经讲到 耶稣被圣灵充满是无限 所以耶稣行神职 是没有一次失败 没有一次是不被医好的 他一医就有医好的 死人就立即復活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 有一个人 他在Toronto福兴 多伦多福兴的时候 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讲语 Randy Clark Randy Clark 他曾经有一篇道 就是说到 他说 有些人总是祈祷不得意志 我如何处理这件事 他也说 有些人祈祷真的得意志 他觉得很神奇 但也有些人祈祷很得意志 但总是不得意志 他就说出这件事 就是一个事实 而我自己看圣经 我看到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保罗 他自己说 他传福音 初传福音 给加拉太 是因为他有病 他自己说他有病 而提摩太 亦都因为类似患病 所以可以稍微点走 还有有几个同工 都说他有病 所以在地上 我们的确是一个同耶稣 是很大的同性 就是 他一上登山变形 一瞬一声 就直接就变成了摩明 其实我们都 理论上 我们都可以去这个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神的灵 在里面 当神的荣耀发出来 我们一样可以有这种状态 但我们的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有一个 有人曾经这样形容 他曾经死过 救命 他死过去天堂 他灵魂一出竅 他说 真的从未试过这么轻松 这句话 是打动我的心 我说 神啊 我是不是完全松了 我是追求 每天都松了 就是心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任何环境都好 什么发生都好 一样的兴散 那么 我 有很多时候做得到 但也有时候做不到 那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高度和神关系 和不是高度和神关系的分别 第一就是内心那种 那种 兴散 那种 神的同在 那种程度 那种 那种 譬如好像我所说过的 这个王全道去天堂那一国 他呢 是 去到什么程度呢 他自己说 就是 我都看着他和人祈祷的 他一祈祷 他只是说 神喜悦你的敬拜 但那天他完全不懂的 就是这样进来酒店 那他祈祷 他立刻就会知道 他有两个是做敬拜 他立刻就已经说出来 还有一个人 在几年之前 见过一个异像 但他经常都不去 就是他不敢 因为那个异像是什么 神说 你会将福音带到 将这个社区福音化 这件事很重要的 社区福音化 他自然觉得没有可能 但是当王全道和他祈祷 立刻说 你所领受的意象是从神而来 你不要怀疑 即是 他直接是很诧异 是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意象 是 真是 就是当时说出来的 我都摄录了这些 放在上网 因为看得到 跟神密切关系 这个是一个程度 另外就是 当他进去的地方 他说那些人走过 他已经感受到他的灵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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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见到 譬如 普罗 肥利 他们在侍奉的时候 就是神和他们的沟通 是很直接的 就是第一个人 就松松到不得了 所以耶稣可以打风 都睡了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想象的 就是 那只船摇到那么重要 他的灵可以完全安静的 就是他里面是天堂 外面就在那里摇 那样东西是 很大触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完全摆脱世上所有的影响 所以 他的境界是不同的 他一上天 上去山上 就已经灯山变形了 整个人就变了 显出神的荣耀 所以我自己是很渴望的 第一就是对我生命影响 就会帮助我们自己的生命处理 就是有什么烦恼 自己得到帮助 那就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然后接着 就服事人就很不同 就是说好像耶稣那样 他直接知道 知道那个人会怎么样的 譬如 美德 保罗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他是吩咐那人起来的 我们祈祷就不是 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神没有叫我这样做 那个人明年睡在地下 坦了 凤耶松明起来 他又不起来 这样的时候 不是荣耀神的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我们求神 或者我们亲印神 让神的同在 祝福他 所以这个生命的质素 和事奉的质素 如果我把它引伸到天堂 虽然去到天堂 的确是非常好的 但是圣经的确是说出几个层次 一群人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 另一群人就是从各方 各民各族来到很多人聚集 但是另外有十四万四千 是高阳去到哪里 他们都跟着他 那么这一群呢 那种的关系 譬如圣经有形容到 在启少爷形容到一个情景 就是讲到什么呢 天上那阵 神的烟魂充满天上的圣殿 没有人能够进去 就是说天使都不能进去 就是那个神的同在 可以去到一个这样的程度 他没有讲天使 不过没有人能够进去 就是说神的高度 那种的荣耀 天使经历都是一个层次 就是去到神的核心 又是另一个层次 所以这件事呢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渴望 我们的关系和神 一个更高的层次 我们能够随时经历到 就是好像在摄罗行传所记载 或者是以丽莎 和她的仆人 开她的眼睛 即刻看到火车火马 就是说以丽莎 整天都在这个状态 她整天都 她知道火车火马 神的使者在周围 那种的状态 和我们现在是很大分别 就是地上的分别 在天上 其实我的心 不是想到赏赐为主 我是想到跟神的密切关系 而且我觉得神实在太好 太多人委屈神 冤枉神 为什么冤枉神呢 明明神这么好的人 整天都埋怨神的 所以很多人是埋怨神的 那我是很想被人看到神 就是我很想有更多人 看得到神的美善 就是我心里面 我是 如果我用普通的说话来说 就是为神普打不平 我又不是真的要打的 我不用打的 但是我想让人知道 耶稣这么好 所以我讲到 有个法人神圣情 讲到 整天都被人看到神多好 在心里面 整天都被神的爱融化 那这种生命 几乎很多人 那些人都能够得祝福 而我自己一生一世 顺境和逆境都一样 这都是我盼望的 譬如说到有一天 譬如我真的 如果有病 有严重病 或者是受逼迫而死 我就想在这个受逼迫而死 那一刻 经历到神更加高层次的同在 我不是想受逼迫而死 不过在受逼迫而死的时候 如果能够进入更高层次的同在 打又不痛 或者打又痛 不过又不介意 那种状态 我可以打又不介意 那种状态 我希望去到这样的荣耀神 让人看到神的恩典 如果地上也有这么大分别 天堂是很好 但我觉得也是会有分别的 他说到 看事套那里 神的荣耀充满这个圣殿 到这个程度 天堂是这么强烈的同在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 我相信 在神里面有一种高度的同在 的确 入到天堂已经不差 不过如果 那人永远都在那个层次 而有另一个人 是永远在神的爱 融化的里面 我真的觉得 我没有理由 满足于这个 初层次 在地上 如果耶稣那种祈祷 那么通 祈祷一晚 他跟神 当然他不是要等一晚 神才跟他说话 根本一早应神跟他说话 不过他那晚祈祷 跟着他就挑选十年门徒 这个就是神跟他那种相交 那种的程度 我也是很想我的侍奉 整天都是 跟神有这种密切的关系 整个人 整天都活在 神的同在 神的爱 神的能力 处理生命 这些 每一个人 我只是说我的角度 每一个人会不同 天上的确定有不同 有些人就说 譬如圣经有讲到 有些人在天上 掌管十座城 这个是神用一个方法形容的 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不知道 不过 有为之 不过我不重要 为什么我不重要 因为我知道神的东西是最好的 所以在我心里 我已经是伏了神的 我觉得神的东西是最好的 所以 神的同在更多 我就更喜欢 神的东西更好 总之 越跟神近 就越喜欢 也都是 能够 那种关系 其实我看重的关系多于一切 但我也同时很想祝福 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